各位观众朋友 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7月12日的东方快讯Live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指出 仅仅因为一次的大选 我国倒退了 事实上我国已落后于泰国和印尼 并将此归咎于西蒙在执政中央后 取消多项国家发展计划 纳吉在面子书贴文中强调 规划经济不能单单为了今天的利益 但是为了未来 快速发展不仅限于这一代人 而是一代又一代 他说 国家发展重要的部分是基础设施 泰国已经开通高铁 将连接中国 该项目已完成12% 并会在5-6年内完成 至于印尼 他们正在建设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龙的高铁 预计再过一年 于2023年6月建成并开通 而马来西亚呢 国阵政府换成西蒙政府后 取消多项发展计划 只出于政治考量以及憎恨纳吉 只是因为错误的领导和方向 仅仅因为一次选举 我国倒退了 他表示 今天这些人物还在高谈阔论 说他们有很多想法 希望可以重复第14届大选的结果 若要重回发展轨道 我国需要再次关注发展 另外 雪州政府拟探讨拆除沙阿南体育馆 引来巫统领袖的质疑及反对 其中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就质问 为何所有东西落入西蒙的手中 都逃不过完蛋的命运 纳吉今早在面子书发文表示 沙阿南体育馆建立于1994年 而反对党执政雪州才迈入第14年 为何沙阿南体育馆就面对严重损坏 以至于无法修复 他也不满 沙阿南体育馆原本可以容纳于8万人 然而雪州政府计划重建的体育馆 却只能容纳3万至4万人 诚信党通讯主任卡丽沙默表示 大帐篷意味着要与所有反对党合作 若不要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那他就不再是大帐篷了 卡丽沙默认为 若反对党一心要打败国阵与国盟 所有人必须抛开个人利益 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他在推特撰文 回应祖国斗士党 熟理主席马祖基表示 该党同意以大帐篷概念迎战第15届全国大选 为拒绝与安华合作一事 如此表示 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南都旺塞夫证实 他已现任PTPTN主席职 PTPTN官网显示主席职位已空缺 却仍未发出官方文告 对此 网塞夫今日在面子书发文证实 之前他已公开表明 今年6月17日是他担任国家高教基金局主席的最后一日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指出 在2022年首季雇员工基金局 ISERAN计划下累计自愿缴纳人数 激增77%至59万9千人 他说 据知公基金局将继续针对非正规及自雇人士 以确保所有马来西亚人都能受惠于退休储蓄 政府也积极研究 可以加快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政策 详情将在日后公布 他认为 政府于今年5月1日宣布最低薪金为1500令吉 将能协助改善人民生活素质 因为加强社会保障措施 是缩小贫富差距和提高生活工资的重要一环 如果不立刻解决这结构性问题 将对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稳定构成风险 另外 雇员工基金局今日的正式推荐iLindong平台 允许会员从第二户头提款 以购买该局批准的人寿 重大疾病等保险及伊斯兰保险产品 社交媒体疯传一名女子 在马兴第二通道肉身挡车视频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警方已接获涉案女子投报 新加坡警方表示 如果有需要 将会向马来西亚警方提供协助 新加坡警察部队昨日接受八世界新闻网询问时证实 已接获黑色丰田阿尔法修旅车司机的报案 由于这起案件是在马来西亚发生 新加坡警方将基于法律和国际义务 提供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必要的协助 新加坡警方授寻时也证实 该名女子也因自己和家人遭人恶意公开他人隐私而报警 根据新加坡防止骚扰法令 任何人蓄意发布他人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对受害人造成骚扰 暴力或恐慌 一旦罪成 可被罚款高达5000新元和坐牢长达一年 伊斯甘达公主城警区主任拉莫·阿里芬早前证实 涉案的51岁休旅车司机报警后 警方以援引刑事法典427条文蓄意破坏调查此案 马来西亚职业律师吴斯汉受访时说 一旦罪成可被判坐牢不少过一年 最高不超过五年 或罚款 或两者兼失 另外 同车司机被拍下比出不雅手势 也可能触犯马来西亚的轻微犯罪法令 刑罚是100令吉罚款 两人也可能因阻碍交通被交警调查 根据大马陆路交通法令 可能被罚款最高300令吉 至于黑色休旅车的司机若在有人挡道时开车 撞伤对方 也可能触犯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279条文 即危险或鲁莽驾驶危害他人生命 该法令最高刑罚是坐牢6个月或罚款6000令吉 或两者兼失 另一些可被援引的包括1987陆路交通法令第42和43条文 吉鲁莽或疏忽驾驶 寻集谁的过失更严重 吴斯汉表示 你乘客的行为是很危险的 理应等警方来处理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布 首张由NASA詹姆斯维帛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全彩色图像 可回溯130亿年前的早期宇宙样貌 首张全彩色照片中 一个巨大的星系团就像放大镜 其背后物体清晰可见 拜登表示 詹姆斯维帛太空望远镜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 综合外媒报道 这是詹姆斯维帛太空望远镜迄今拍摄到的宇宙最深处 最清晰的照片 其最高分辨率的红外图像 在宇航局向拜登进行的汇报会上公开 包含了数千个星系和到目前为止观测到的最微弱天体 这台望远镜要价90亿美元 是到目前为止性能最强的太空望远镜 詹姆斯维帛太空望远镜在2021年12月25日 从法属归亚纳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一个月后进入围绕日地系统第二拉格朗日点的运行轨道 距离地球约150万千米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一在白宫发表庆祝枪管法律通过的演讲时 被台下一观众打断并呵斥道 你必须做得更多 获得在场的人拍手喝彩 该观众名叫奥利福为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 枪击案一名受害者的父亲 面对讲话被打断 拜登指着奥利福回应道 坐下来听听我要说什么 但当安全官员走进奥利福时 拜登的态度有所谎和 并表示让奥利福继续说话 拜登当天邀请了两党国会议员 近期发生枪击案的地方官员 以及枪击案死者家属和生还者 到白宫庆祝加强枪械管制法案成为正式法律 跨党派强化社会安全法签署成法 是美国近30年来 两党首次在控枪问题上取得突破 以应对枪支暴力泛滥问题 不过法案的通过并没有改善 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的局面 在法案签署后不久 美国芝加哥就经历一个血腥的独立日假期周末 累计有超过37人中枪 7人死亡 追踪美国枪支报里的调查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每天有110多人被枪杀 200多人中枪受伤 ABC称 这一位主 今年截至目前 累计已有约2万人死亡 36000人受伤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